你相信撒娇女人最好命吗 2017年发表在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上的 一项研究表明 撒娇女人真的更容易好命 而这项研究中对撒娇的定义是 在关系中直接清晰地提出需要 比如直接告诉另一半 亲爱的我想要你抱抱我 而这种方式 就会促使另一半给予更多的 情感回应和需求满足 可能很多人会说了 我做不到 太绕麻了 其实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 撒娇是人类的本能 小婴儿不会说话的时候 就会用表情 肢体动作表达 他要吃东西 要妈妈抱 但为什么长大之后 面对最亲密的人 却做不到撒娇呢 因为在成长过程中 形成了防御机制 比如小时候想要父母陪伴 夸奖 想要一些零花钱 但总是被父母拒绝 甚至指责 或者在以前失败的恋情当中 跟恋人提需求了 比如想要礼物 或者想要关心 想要陪伴 也总是被拒绝 或者冷漠的忽视了 那次数多了以后 为了抵抗被拒绝大癌的难堪羞耻 那防御机制呢 就会开始启动 哎呀 反正我说了也没有用 那干脆我不说吧 或者反正我要了也要不到 那干脆不要吧 而这种防御机制时间久了 就会导致自己都无法觉察自己的需求 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不会表达需求的时候 别人就更不知道该怎么来爱你 尤其是对男性这种目标指向型动物来说 你不告诉给他具体的需求 他就不知道怎么满足你 所以不会撒娇 也是假性亲密的元凶 那怎么正确撒娇能够更好命呢 结合心理学家研究 我给你们三步法 第一步先觉察自己的需求 先从你的身体开始 你的所有感官 不仅会提示你身体上的需求 比如渴得想喝水 饿得想吃饭 还会提示你情感上的需求 所以在学会表达需求之前 你需要先恢复跟身体的链接 比如你在关系当中感到不舒服了 不被满足的时候问问你的身体 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有哪里不舒服吗 那具体怎么不舒服 是紧绷的还是疼痛的 那怎么能让我自己舒服一些呢 瑜伽和冥想 就是一种很好的链接身体的方式 当然如果防御机制比较强 你可能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来帮助你打开防御机制 来看清你真实的自我需求 那第二步就是正向表达需求 因为防御机制和缺少练习的原因 有时候可能你想表达需求 但对方听起来就是像在指责一样 比如你想要另一半早点回家 就千万不要说 几点了 你还知道回来啊 而是坦诚自己的真实需求 比如我很希望你们早点回家 多陪陪我跟孩子 这样我们都会很开心 想要安慰的时候不要说 你看不出我心情不好吗 要换成是 我想让你陪我聊聊天 安慰安慰我 温和直接且具体的提出需要 另一半就更愿意满足你的需求 那第三步就是允许自己被拒绝 不是说撒娇了表达需求了 对方就一定会满足你 或者被拒绝了就受挫了 就再也不提需求了 在关系当中需求不被满足的失落和遗憾 是每个人必经的 只有你允许自己被拒绝 才能持续性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 这样彼此的关系就才会更亲密 需求得到满足的几率 也会大大提升 不怕被拒绝 也是撒娇与人最好命的精髓